诗篇,第一章,不从不敬前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作谢慢人作为的,这人便未有福。 他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浅。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不敬前的人并不是这样,乃向康米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不敬前的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不敬前人的道路却比灭亡。 诗篇,第二章,一交的民为圣谋争闹。 众民为圣谋谋算虚妄的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沉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 说,我们要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座在诸天的必发笑,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将一教之民赐你为基业,将帝集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陶将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啊,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精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在他的怒气稍微发作的时候,你们便从道上灭亡。 反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三章。 大魏逃避他儿子压杀龙的时候做的事。 耶和华啊,扰害我的何其加赃?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住神的帮助。 希腊,但你耶和华啊,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呼求,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听云我。 希腊,我躺下睡觉,我醒住,耶和华都保佑我。 似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塞骨,你敲塞了不敬钱之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希腊诗篇第四章,大魏的诗,交与灵长。 用私贤的乐器,贤我未夷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听云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 世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便位,羞辱要到基石呢? 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基石呢? 希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 希腊,当献上公义的记,又当依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使我们,甚么好处。 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第五章,大卫的诗,教语灵长。 用吹的乐器,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 我的,枉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祈求,并要昂首。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余丸人不能站在你眼前,烦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鬼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至于我,我必凭你诸般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尽为你的心向你的圣殿敬拜。 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忠诚,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奉承人。 神啊,求你灭绝他们,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凡头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喜,因为你互逼他们,又愿那爱你明的人都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赐福于一人,耶和华啊,你必有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诗篇第六章,大卫的诗,教语灵长,用私贤的乐器,用第八调。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 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啊,你却要到基石才救我呢。 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怜悯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坟墓有谁称谢你。 我因爱恨而困乏,我终夜流泪,把床飘起,把帕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 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诗篇第七章。 大卫指着遍雅米人古时的话,像耶和华唱的琉璃之歌。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逼迫我的人,将我就拔出来。 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大救。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 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逼迫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 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希腊,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 求你为我刑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 愿你为他们的缘故跪于高位。 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一人, 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 神是我的宝障,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 神判断一人,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臂魔力,弓臂上弦,预备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杀人的气血,他设下他的剑攻击那逼迫人的。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劳苦,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避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避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赞美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诗篇第八章,大卫的诗教语灵长。 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安于诸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诸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 人算甚魔,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甚魔,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一切都浮在他的脚下。 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第九章, 大卫的诗交予灵长。 用姆拉变调。 耶和华啊,我要一心赞美你,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座位。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变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 你曾斥责异交的民,你曾灭绝恶人,你曾除掉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啊,你被毁坏到了尽头,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 他们的名号与他们都贵于无有。 唯,耶和华存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 他要在公义中审判事件,在正直中判断众民。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避难所,在患难的时候做避难所。 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地传扬在众民中。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千悲人的哀求。 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连续我,垂顾我从那些恨我的人而受的苦难。 好叫我在女子西安的门树说你一切的美德,我要在你的救恩中欢乐。 一交的民现在自己所觉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缠住了。 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锁做得缠住了。 西加时,希腊,恶人和旺迹,神的列国都必归到地狱。 穷乏人必不永久被旺,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 愿一交之民在你眼前受审判。 耶和华啊,求你使列国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希腊,诗篇,第十章。 耶和华啊,你未慎魔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你未慎魔隐藏。 恶人在骄横中逼迫困苦人,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 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又祝福贪财的,就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恶人面带骄傲,并不寻求,神,他一切所想的都没有,神。 凡他所做的,时常使人愁苦,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 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 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因我必永不遭灾。 他满口是咒骂,诡诈,巧计,舍底是毒害,虚妄。 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穷罚的人。 他隐秘埋伏,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 他屈身敦服,要使穷罚人倒在他的强暴人之下。 他心里说,神已忘记了,他眼面,他必永不观看。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谦卑人。 恶人为何藐视,神呢? 他心里曾说,你必不追究。 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你的手施行报应。 穷罚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是帮助无腹之人的。 愿你打断恶人坏人的绑壁,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静静。 耶和华永远远位,王,一交的民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 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听见,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 为要给无腹的人和受欺压的人断世,使地上的人不再欺压他们。 诗篇第十一章,大卫的诗,交与灵场。 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逃往你们的山去呢? 看啊,恶人弯弓,把剑搭在弦上,要在暗中设那心理正直的人。 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甚魔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眼目观看,他的眼皮剑插世人。 耶和华是厌异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可怕的暴风,做他们悲重的分。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献他的面,诗篇第十二章,大卫的诗,交与灵场。 用第八调,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前程人断绝了, 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人人向邻居说空话,他们说话是凤城的嘴唇,心口不一。 凡凤城的嘴唇和狂傲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出。 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的圣,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受欺压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把它安置在他所切勿的稳妥之地。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尼炉中练过七次。 耶和华啊,你必保全他们,自这时代起你必保守他们,直到永远。 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行走,诗篇第十三章,大卫的诗,交与灵场。 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基石呢?要到永远吗?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基石呢? 我心里愁酸,终日愁苦,要到基石呢?我的仇敌声高压制我要到基石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听云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扰害我的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但我已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诗篇第十四章,大卫的诗,交与灵场。 余丸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饼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世代中。 你们辱莫困苦人的谋算,因为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耶和华就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诗篇第十五章,大卫的事。 耶和华啊,谁能居于你的丈母,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背后中伤人,不恶待邻居,也不随火毁谤邻里。 他眼中藐视匪泪,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事,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诗篇第十六章,大卫的金诗。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紧随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惦记的邪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悲重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加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只叫我的,耶和华,我的肺腑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荣耀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在盼望中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元魂撇在地狱,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小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第十七章,大魏的祈祷。 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求, 求你留心听我这部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愿我的叛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见察我, 你试炼我,却找不着肾魔,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 自己谨守,不行灭命之人的道路。 求你使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免得我两脚滑跌。 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听云我, 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词爱来,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之人的呀。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孔,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 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他们的心被枝油包裹, 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瞪着眼相的屈身。 他像狮子急要抓食, 又像少壮狮子顿服在暗处。 耶和华呀,求你起来, 把他挫败,将他打倒。 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 耶和华呀,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所藏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度负, 他们多有儿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献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诗篇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 交予灵长。 当耶和华就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 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力量,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党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牌。 我要求高档赞美的, 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仇苦缠绕我, 不禁前人的急流, 使我惊惧, 地狱的仇苦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领导我。 我在急难中呼求, 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 因他发怒, 地就摇汗颤抖, 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炭也啄了。 他又是诸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暗在他脚下。 他坐着基禄帛飞行, 他借着风的翅膀而飞。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 以水的黑暗, 天空的后云为他四围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辉, 他的后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 耶和华也在诸天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四散, 多多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啊, 你的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多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把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做了政治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 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正直的人, 你以正直代他。 纯洁的人, 你以纯洁代他, 乖僻的人, 你以乖僻代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高傲的眼目, 你必使他祥悲。 你必点着我的竹, 耶和华我的, 神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破敌军, 借着我的, 神跳过强远。 至于, 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变境的,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党牌。 除了, 耶和华, 谁是, 神呢? 除了我们的, 神, 谁是磐石呢? 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的路完全的, 他是, 神。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臂能开钢弓。 你把你的救恩, 给我做盾牌,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和使我为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 并要追上他们, 不将他们灭绝, 我总不归回。 我要打伤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 都服在我以下。 你把我仇敌的景象交给我, 叫我能以灭绝那恨我的人。 他们呼求,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 耶和华他也不应远。 我捣碎他们, 如同风前的灰尘, 倒出他们,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了我, 脱离百姓的征镜, 你又立我做一交知民的援手。 我苏不认识的民必是奉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外邦人要摔残, 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隐蔽之地。 耶和华是活, 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这位, 神, 就是那为我申冤, 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啊, 因此我要在一交民中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诗词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诗篇第十九章, 大卫的诗, 教育灵长。 诸天树说, 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工。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之时, 没有任何口音言语, 是听不见他们声音的。 他们的亮带通遍全地, 他们的言语传到世界的尽头。 神在其监卫太阳安设账目,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永世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 绕到天那边, 没有遗物被隐藏布的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回转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律力正确,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纯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敬畏, 耶和华的道是洁净的,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切目,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切目,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 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谁能明白自己的错谬呢? 愿你除尽我因里所存的过错。 求你拦阻你仆人不犯任意妄卫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正值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力量,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在你眼前蒙月纳, 诗篇第二十章, 大卫的诗交予灵长。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听云你, 愿明魏雅各神的保护你。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西安坚雇你, 纪念你的一切贡献, 悦纳你的烦祭, 希腊, 将你心所愿地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愁算。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欢乐, 要奉我们神的名书里惊奇。 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现在我知道, 耶和华救护他的寿高者, 必从他的圣天上听允他, 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扑倒, 我们却起来立的正直。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王听云我们诗篇第二十一章, 大卫的诗交予灵长。 耶和华呀, 王毕因你的能力欢喜, 因你的救恩, 他的快乐何其大。 他心里所愿的, 你已经赐给他, 他嘴唇所求的, 你未尝不应远。 希腊, 你以美福迎接他, 你将纯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向你求受, 你便赐给他, 就是日子长久, 直到永永远远。 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 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 你使他有红福, 直到永远, 又使他在你面前极起欢喜。 阴王倚靠, 耶和华靠着至高者的连续, 他必不摇动。 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 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 你发怒的时候, 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 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 那火要把他们吞灭。 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果子, 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厚意。 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 他们想出恶谋, 是他们不能做成的。 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 向他们的脸搭建在先。 耶和华呀, 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位至高。 这样, 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 诗篇第二十二章, 大魏的诗交与灵场。 用朝露调, 我的神, 我的神, 为神魔离弃我, 为神魔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爱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 我白日呼求, 你却不听, 夜间呼求, 并不住声。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位居所的呀。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 便蒙解救, 他们倚靠你, 就不爆亏。 但我是虫, 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凡看现我的都赤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 说, 他把自己交托, 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怀里, 你就是我有仰望的心。 我刺出母胎, 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八山大立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驼门向我张口, 好像抓似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结, 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 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腮夹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全肋围住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刺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竖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致欠。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力量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命脱离刀剑, 救我所亲爱的脱离犬类的权势,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以惊听云我, 使我脱离独角兽的脚。 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 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 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增悟受苦的人, 他也没有向他掩面, 那受苦之人呼求他的时候, 他就垂听,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你们的心必永远活着。 世界的四集都要想念, 耶和华并且归顺他, 列国的各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 他是管理列国的。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尘土中, 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 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必有后义士奉他, 主所行的是必传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 言明这是他所行的诗篇第二十三章, 大卫的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元魂苏醒, 为自己的鸣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沿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诗篇第二十四章, 大卫的诗。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登耶和华的膳,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洁心纯, 不向虚妄, 岂是不怀鬼诈的人。 他比蒙耶和华赐福, 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世代, 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啊。 希腊, 众城门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这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城门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这荣耀的王是谁呢? 大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希腊, 诗篇, 第二十五章, 大魏的事。 耶和华啊, 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素来依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不要叫我的仇敌, 向我夸上。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唯有那无故行间乍的必要羞愧。 耶和华啊,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迁, 和我的过犯。 耶和华啊, 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教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耶和华啊, 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重大。 谁敬畏? 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教他当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 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耶和华的奥秘, 与敬畏他的人同在,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 耶和华, 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往里拉出来。 求你转向我, 连续我, 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啊。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我的艰难, 饶恕我一切的罪。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多, 并且痛痛地恨我。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搭救我, 使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啊。 愿纯全, 正直保守我, 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 求你救赎以色列, 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诗篇第26章, 大魏的事。 耶和华啊, 求你判断我, 因我向来行事纯全, 我又依靠耶和华, 并不摇动。 耶和华啊, 求你查看我, 试验我, 试炼我的肺腑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 也不与满哄人的同群。 我恨恶恶人的慧, 必不与恶人同坐。 耶和华啊, 我要洗手表明无辜, 才环绕你的祭坛。 我好发呈谢的声音, 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耶和华啊, 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不要把我的猿魂和罪人一同聚集, 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聚集。 他们的手中有奸恶, 右手满有贿赂。 至于我, 却要行事纯全, 求你救赎我, 连续我。 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 在众会中, 我要称颂耶和华诗篇第27章, 大魏的诗。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未拒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力量, 我还害怕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战士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把我藏在他亭子里, 在他账目的隐秘处, 他必把我藏在他账目的隐秘处, 他必将我安立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账目里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耶和华啊, 我用声音呼求的时候, 求你垂听, 并求你连续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啊,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在怒中赶住你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 神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啊,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打起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颜的, 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 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他也必肩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诗篇第二十八章, 大魏的诗。 耶和华, 我的磐石啊, 我要呼求你, 不要向我肩磨, 恐怕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下坑的人一样。 我呼求你,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吹听我恳求的声音。 不要把我和恶人病作孽的一同除掉, 他们与邻居说和平话, 心里确实奸恶。 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 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嫁给他们。 他们既然不留心, 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 他就避讳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 我心中甚是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力量。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扶持他们, 直到永远。 诗篇第二十九章, 大魏的诗。 勇士啊,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 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多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 它也使他们跳跃如牛犊, 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少壮的独角兽。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 耶和华震动加低似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使母鹿落胎, 树林也显露出来,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 耶和华坐驻位, 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以平安赐福给他的百姓, 诗篇第三十章。 大卫在宪殿的时候作者诗歌, 耶和华啊, 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的, 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抑制了我。 耶和华啊, 你曾把我的元魂从坟墓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洁。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比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便说, 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啊, 你曾师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啊, 我曾呼求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我被害流血, 吓到坑中, 有甚魔一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真理吗? 耶和华啊, 求你听云我, 连续我。 耶和华啊, 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托去, 给我披上喜乐, 吼叫我的荣耀歌颂你, 并不住声。 耶和华, 我的, 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诗篇第31章, 大卫的诗, 交予灵长。 耶和华啊, 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大救我。 求你侧耳听, 快快救我。 做我坚固的磐石, 拯救我的宝障,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所以,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引导我, 指点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 为我暗设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力量。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城时的神啊, 你就赎了我。 我恨恶那重看虚晃的人, 我却依靠耶和华。 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 因为你已查看我的困苦, 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耶和华啊, 求你连续我, 因为我在极难之中,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 连我的魂和肚腹也不安恕。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花尽。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 我的骨头也枯浅。 我在一切敌人中间成了羞辱, 在我的邻居中间更甚, 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 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 我被人忘记, 如同死人无人纪念, 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毁谤, 思维都是惊恐,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 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 耶和华啊, 我仍旧倚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神。 我的日子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 凭你的怜悯拯救我。 耶和华啊, 求你叫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曾呼求你。 求你使恶人羞愧, 使他们在坟墓间莫无声。 那说谎的人逞骄傲轻慢, 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 怨他的嘴哑而无言。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人的骄傲。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 免受口舌的争闹。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在坚固城里, 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 至于我, 我曾急促地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 然而, 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都要爱他。 耶和华保护忠信人, 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凡仰望, 耶和华的人, 你们都要壮胆, 他也必兼顾你们的心。 诗篇第32章, 大魏的训会是, 得饶恕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灵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未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的时候, 因终日爱哼而骨头枯唠。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水分如同夏天的干旱。 希腊, 我向你沉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饶恕我的罪恶。 希腊, 为此, 凡前成人都当, 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泛逸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你必以拯救之歌, 四面环绕我。 希腊, 我要教导你, 指教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引导你。 你不可向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搅环配投乐祝陀, 免得陀们临近你。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倚靠, 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诗篇第33章。 一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 你们应当弹琴歌颂, 耶和华用色病实弦的乐器歌颂他, 应当向他唱新歌, 弹得巧妙, 声音洪亮。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确,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公义公平, 便递满了耶和华的恩惠。 诸天界, 耶和华的画而造, 一切天象及他口中的弃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雷, 收藏深阳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令、就令。 耶和华使一交之民的筹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计谋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得思念, 世代长存。 一, 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 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没有君王因兵多存留, 勇士并不因利大得救。 靠马文妥是枉然的, 妥也不能因利大救人。 看啊,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 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啊,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 诗篇第34章, 大魏在亚比米勒面前, 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被他赶出离开, 就做这事。 我要实实称颂, 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 必尝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 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同尊, 耶和华为大吧, 我们要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 耶和华, 他就听云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天使, 在敬畏他的人, 似为安营, 搭救他们。 你们来尝, 便见, 耶和华是美善了,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少壮狮子, 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 耶和华的甚么好处都不缺。 众儿女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 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以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辨脸,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一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就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一人的, 必遭冷落。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猿魂, 反投靠他的必不至孤独, 诗篇第35章, 大魏的事。 耶和华啊,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为我申冤,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拿着盾牌挡牌, 起来帮助我, 抽出枪来, 挡住那逼迫我的, 求你对我的猿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寻所我命的, 暴溃蒙修, 愿那谋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向风前的康, 有耶和华的天使赶逐他们。 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天使逼迫他们。 因他们无辜地位, 我暗设网罗, 无辜地挖坑, 要害我的性命。 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 我的心必靠, 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我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啊, 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 那比他强壮的, 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 假见证人起来, 控告我所不知道的是,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 以我的性命为卢物。 至于我, 当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便穿麻衣, 近时, 谦卑己心, 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我这样行, 好像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 我屈身悲哀, 如同人为母亲哀痛。 我在患难中, 他们却欢喜, 打架聚集。 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 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 习上好嬉笑的伪善人, 他们向我咬牙切齿。 主啊, 你看这不理, 要到基石呢? 求你救我的命, 脱离他们的残害, 救我所亲爱的, 脱离少壮狮子。 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 在众民中要赞美你。 求你不容那无礼于我未愁地向我夸耀, 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眨眼。 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 倒想出鬼诈的释害地上的安静人。 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 说, 啊哈, 啊哈, 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 耶和华啊, 你已经看见了, 求你不要闭口。 主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 神我的, 主啊, 求你奋心刑起, 判清我的事, 申明我的愿。 耶和华, 我的, 神啊, 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 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容他们心里说, 啊哈, 得我们的心愿了。 不容他们说, 我们已经把它吞了。 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向我望自尊大的批惭愧, 蒙羞辱。 愿那喜悦我冤屈因公义的身的欢呼快乐, 愿他们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 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亨通, 我的舌头, 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 时常赞美你。 诗篇, 第36章, 耶和华的仆人大位的事, 交与灵场。 恶人的罪过, 在我心里说, 他眼中不怕, 神。 他在眼中奉承自己, 只等他的罪孽显味可恨。 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 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 他在床上图谋恶计, 他定义行不善的道, 他不憎恶事。 耶和华呀, 你的慈爱上积诸天, 你的信实大于高云,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呀, 人民, 牲畜, 你都救护。 神啊, 你的慈爱何其美好,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肝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福乐之河的水。 因为,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尝试慈爱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带心理正直的人啊。 不容骄傲人的矫健踏我, 不容凶恶人的手除掉我。 在那里, 作孽的人已经扑倒, 他们被推倒, 不能再起来。 诗篇第37章, 大魏的诗。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像作孽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如此, 你必住在地上, 诚然必得吃用。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地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名如正物。 你当安然依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 离气愤怒, 总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出,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还有片时, 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恶人设谋害义人, 又向他咬牙切齿。 主要笑他,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 恶人以惊弓上弦, 刀出鞘, 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功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因为恶人的绑壁必被折断, 但耶和华扶持一人。 耶和华知道正直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致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 恶人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绵羊羔的之友。 他们要消灭, 他们要如烟消灭。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 义人却连续人并且施舍。 蒙, 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 被他咒诅的必被剪出。 善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善人的道路他也喜爱。 他虽施脚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扶持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一人背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启饼。 他常常连续人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喜爱宫廷, 不撇弃他的圣名。 他们永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出。 义人必承受地土, 永居其上。 义人的口讲说智慧, 他的舌头谈论宫廷。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踪不滑跌。 恶人窥探义人, 想要杀他。 耶和华必不撇, 他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 也不顶他的罪。 你当等候, 耶和华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恶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根青岁月桂树。 他仍会去世, 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 却寻不住。 你要细查那完全人, 观看那正直人, 因那人的结局乃是平安。 但是犯法的人, 必一同灭绝, 恶人终必剪除。 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 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力量。 耶和华必帮助他们, 搭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 脱离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信靠他, 诗篇第38章大卫的纪念诗。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重压住我。 因你的恼怒, 我的肉无意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我惊慌, 大打全躯, 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可厌的病, 我的肉无意完全。 我被压伤, 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 我就爱哼。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悲叹不向你隐瞒。 我心喘息, 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 我所亲爱的和密友因, 我的疼痛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那巡索我命地为我设下网络,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 终日思想诡计。 但我如笼子不听, 也曾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 口中没有回话。 耶和华啊, 我仰望你, 主我的, 神啊, 你必听云我。 我曾说, 求你听云我, 恐怕他们向我夸耀, 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大。 我几乎跌倒, 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增多了。 以恶报善地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良善。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 主啊, 求你快快帮助我。 诗篇第39章, 大魏的诗, 教雨灵长耶杜顿。 我曾说,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 我漠然无声, 连好话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啊, 求你教我小得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集合, 教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看啊,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实在是全然虚幻。 喜拉, 世人行动时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我等圣魔呢? 我的盼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鱼丸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打从我身上免去, 因你手的责打, 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美容消灭, 如一皮虫所咬。 世人真是虚幻。 喜拉, 耶和华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像我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 使我再去而不返之先, 可以力量复原啊。 诗篇第四十章, 大魏的诗, 教语灵长。 我曾耐性等候, 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力在磐石上, 使我脚步稳当。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那依靠耶和华, 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晃之辈的, 这人便未有福。 耶和华我的, 神啊, 你所行的骑士, 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 不能向你竖算。 若要臣名, 其事不可胜数。 祭物和礼物, 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烦记和赎罪记非你所要。 那时我说, 看啊,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 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执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我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佳音, 看啊, 我未曾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呀,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 我已沉迷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 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 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 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耶和华呀, 求你看大救我。 耶和华呀,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 一同蒙羞暴愧。 愿那些愿我遭灾的, 都被赶退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啊哈, 啊哈的, 因羞愧而败亡。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主人顾念我,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我的, 神啊, 求你不要单言, 诗篇第四十一章, 大卫的诗, 交予灵长。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他遭难的日子, 耶和华必搭救他。 耶和华必保全他, 使他存活, 他必在地上享福。 你也不把他交给仇敌, 打起所愿。 他病重在床, 耶和华必肩顾他, 他在病中, 你必给他铺床。 我曾说, 耶和华呀, 求你连续我, 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 他即使死, 他的名才灭亡呢。 他来看我就说假话, 他心存奸恶, 走到外边才说出来。 一切恨我的, 都窃窃私语地议论我, 他们设计要害我。 他们说, 有怪病贴在他身上, 他已躺握, 必不能再起来。 连我密友, 我所以靠, 吃过我饼的, 也用脚踢我。 至于你耶和华呀, 求你连续我, 使我起来, 好报复他们。 因我的仇敌, 不得向我夸胜, 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 至于我, 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 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横骨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诗篇第42章, 可拉后裔的训会诗, 教语灵长。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母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可想, 神就是永生, 神, 我几时地朝见, 神啊。 我昼夜以眼泪荡饮食, 忍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网,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与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守着圣日。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我的心啊, 你为何又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 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我的, 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幽闷, 所以我从约旦帝, 从黑门岭, 从你撒山纪念你。 你的瀑布发声, 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红涛慢过我身。 白昼, 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辞我生命的, 神。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我的敌人辱骂我, 好像剑刺入我的骨头, 他们天天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的心啊, 你为何又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 神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医治我脸上愁容的良药, 是我的。 神, 诗篇第43章, 神啊, 求你判断我的事, 像不虔诚的国为我便区, 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啊。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 神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帐篷吧。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 神, 我要弹琴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又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 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医治我脸上愁容的良药, 是我的。 神, 诗篇第44章, 可拉后裔的训会诗, 教语灵长。 神啊, 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是,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 你曾怎样用手赶出异焦的民, 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你怎样苦待异焦之民, 又把他们赶出?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的地图,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壁得救,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绑壁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你是我的, 王, 求你出令施雅各得上。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名要践踏, 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 因我必不靠我的弓, 我的刀也不能救我。 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我们终日因神夸耀, 还要永远称赞你的名。 希腊, 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受辱, 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 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 把我们分散在异交民中。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产。 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 被四围的人吃笑几次。 你使我们在异交民中做了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辱骂亵渎人的声音,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却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你在龙之处压伤我们, 用死因遮蔽我们。 倘若我们忘了我们, 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神起不见察这是吗? 因为他小的人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崽的羊。 主啊,求你睡醒, 为何紧睡呢?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你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 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 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凭你的怜悯救赎我们。 诗篇第四十五章, 可拉后裔的训会诗, 又是爱慕哥交予灵场, 用百合花调。 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魏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你比世人更美, 在你嘴里满有恩典, 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 智大的大能者啊, 愿你腰间佩刀, 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 谦卑, 公义, 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亨通, 你右手必向你指明可畏的事。 你的剑锋快, 射中王敌之心, 众民扑倒在你以下。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的。 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所以, 神就是你的, 神用喜乐由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 你的衣服都有墨药, 芦荟, 肉桂的香气, 像衙宫中的一切都使你欢喜。 有君王的女儿, 在你尊贵妇女之中, 王后佩戴俄斐金事, 站在你右边。 女子啊, 你要听, 要想, 要侧耳而听。 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 王就大大切慕你的美貌, 因为他是你的主, 你当敬拜他。 女子推罗必来送礼, 民中的富族人, 也必向你求恩。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 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她要穿锦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 随从她的陪伴处女, 也要被带到你面前。 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 他们要进入王宫。 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王。 我必叫你的名世世代代被纪念被纪念, 所以众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 诗篇第46章 可拉后裔的诗歌《教育凌场》 用女音调。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 地虽挪移, 山虽窑洞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 我们也不害怕。 希腊, 有一道河, 这河的溪水时, 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一交的民喧嚷, 列国动摇, 神发声, 地便融化。 大军之,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腊, 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始地怎样荒凉。 他止息战士, 直到地极, 他折弓, 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一交民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大军之,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腊, 诗篇, 第四十七章, 魏可拉后裔而作的诗, 教语灵场。 众民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圣的声音像, 神呼喊。 因为, 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众民伏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希腊, 神上声, 有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声, 有号声相送。 你们要向神歌颂, 歌颂。 像我们, 王歌颂, 歌颂。 因为, 神是全地的, 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神作王治理一交的民, 神作在他的圣宝座上。 众民的君王俱集, 就是亚伯拉罕之, 神的民。 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 神的, 他为止高, 诗篇第四十八章, 魏可拉后裔而作的诗歌。 耶和华本位大, 在我们, 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感受大赞美。 西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未避难所。 看啊, 众王会合, 一同经过。 他们陷了这城, 就惊奇丧胆,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 被战精疼痛抓住, 好像阵痛的妇人一样。 神啊, 你用东风打破他诗的传制。 我们在大军之, 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我们, 神的城中所看现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 直到永远。 希腊,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的赞美, 正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因你的判断,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众女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西安, 四围悬绕, 树点城楼, 细看他的外国, 查看他的宫殿, 未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 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 诗篇第49章, 为可拉后裔而作的诗, 教育灵长。 众民啊, 你们都当听这话, 世上一切的居民, 无论上留下留, 富足贫穷, 都当留心听。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 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我要侧耳听比喻, 用勤解谜语, 在患难的日子, 奸恶随我脚跟, 四面环绕我, 我何必惧怕? 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兄弟, 也不能替他将赎嫁给。 神, 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罢休。 叫他长远活着, 不见朽患。 他必现智慧人死, 又现鱼丸人和畜类人一样灭亡, 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思想, 他们的家世必永存, 住宅必留到世世代代, 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 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 如同死亡的禽兽一样。 他们行得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 但他们的后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希腊,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坟墓, 死亡必牧养他们, 到了早晨, 正值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美容从他们住宅的坟墓中, 必以至消灭。 只是, 神必救赎我的元魂脱离坟墓的权柄, 因他必收纳我。 希腊, 见人发财, 家世增容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肾魔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 他活着的时候, 虽然自夸位有福, 你若立己, 人必夸奖你, 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 永不见光。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禽兽一样, 是篇第五十章《亚萨的事》。 大能者, 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呼唤遍地,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全美的西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我们的神要来, 绝不闭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 有暴风在他四围大瓜。 他在椅上呼唤诸天大帝, 为要审判他的民, 说, 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 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希腊, 我的民啊, 你们当听我的话。 以色列啊, 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并不因你别的计, 或你烦计责备你, 使这些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 也不从你圈内取公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一切野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飞鸟, 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位济献予, 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答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但, 神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 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其实你恨恶训惠, 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你陷了盗贼, 就乐意与他同伙, 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 你口认说恶言, 你舌边造诡诈, 你做着毁谤你的兄弟, 毁谤你亲母的儿子。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你们忘记, 神的, 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 无人打救。 凡将赞美线上的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助神的救恩。 诗篇第五十一章, 大魏与拔, 是八同事以后, 先知拿旦来见他, 他作者是交予明长,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珠般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境界,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承认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看啊,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正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洁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喜,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确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只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 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凡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你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凡祭病全生的凡祭, 那时, 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诗篇第五十二章, 以东人多意来告诉扫罗说, 大魏到了亚西米勒家, 那时, 大魏做这讯会师, 交予灵场, 永世啊, 你为何以做恶子夸, 神的恩惠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图谋邪恶, 好像剃头刀行事鬼诈, 你爱恶胜过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希腊, 鬼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居所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希腊, 依人要看见而惧怕, 并要笑他, 说, 看啊,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建立自己, 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清胆揽树, 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赞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也要在你圣民面前仰望你的名, 证明本位美好, 诗篇第五十三章, 大魏的训会诗, 教育灵长, 用马哈拉调, 鱼丸人心里说, 没有, 神, 他们都是败坏, 行了可憎恶的罪孽, 没有一个人行善,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 神的没有, 他们个人都退后,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孽的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饼一样, 并不求告, 神, 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 就大大害怕, 因为, 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 你使他们蒙羞, 因为, 神藐视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 从西安而出, 神就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诗篇第五十四章, 西夫人来对扫罗说, 大魏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那时, 大魏做这讯会师, 交予灵场, 用私贤的乐器,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就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断食,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 外人起来攻击我, 强暴人寻索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 神, 希腊, 看啊, 神是帮助我的, 扶持我命的人, 主与他们同在,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真理剪出他们, 我要把甘心寄献给你, 耶和华啊,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位美好, 他从一切的急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 诗篇第五十五章, 大卫的训会诗, 焦语灵长, 用思贤的乐器, 神啊,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 求你向我侧耳, 听云我, 我哀叹不安, 发声爱哼, 都因仇敌的声音, 恶人的欺压, 因为他们将罪孽夹在我身上, 在怒气中恨恶我, 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 死得惊慌临到我身, 恐惧战精归到我身, 惊恐漫过了我, 我说, 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 得想安息, 看啊, 那时我必远游, 素在旷野, 喜啦, 我必速速逃脱, 脱离狂风暴雨, 主啊, 求你败坏, 分散他们的方言, 因为我在城中献了强暴争闹的事, 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 在城内也有愁苦和奸恶, 邪恶在其中, 迷惑和诡诈不离街道, 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 若是仇敌还可忍耐, 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 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 不料是你, 你愿与我平等, 是我的引导, 是我知己的朋友, 我们素常彼此谈论, 以为甘甜, 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 愿他们活活地下入地狱, 因为他们的住处, 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 至于我, 我要求告, 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我要晚上, 早晨, 正午祷告, 大声呼求, 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他救赎我命, 脱离攻击我的人, 使我得享平安, 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 没有更便, 不敬畏, 神的人, 从太古长存的, 神必听现而苦待他, 希腊, 他背了约, 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 他的口如奶油光滑, 他的心却怀着征战, 他的话比由柔和, 其实是拔出来的刀, 你要把你的重担谢给, 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神啊, 你却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 留人写, 行鬼诈的人必活不到办事, 但我要倚靠你, 诗篇第五十六章, 菲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位, 那时, 他作者金诗, 交予灵长, 用远方无声割掉, 神啊, 求你怜悯我, 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终日攻击欺压我, 至高者啊, 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 阴诚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 我惧怕的时候, 要倚靠你, 再, 神里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倚靠, 神, 血气之辈所能把我怎么样的, 我必不惧怕, 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思, 都是要害我, 他们聚集, 埋伏窥探我的脚踪, 等候要害我的命, 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 神啊, 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述,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倚靠, 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倚靠, 耶和华,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倚靠, 神, 人所能把我怎么样的, 我必不惧怕, 神啊, 我向你所许的怨在我身上, 我要将赞美归于你,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 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诗篇第五十七章, 大魏投币扫罗藏在洞里, 那时, 他作者金师交予灵长, 用修药毁坏掉,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呼求至高的, 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 神,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剑, 他们的舌头是利刀,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角色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掉在其中, 希腊,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我的荣耀啊, 你当行起, 秦瑟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主啊, 我要在众民中称赞你,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 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于高云,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篇第五十八章, 大魏的金诗交予灵长, 用修药毁坏掉, 慧众啊, 你们所讲论的, 真和公义吗, 世人啊, 你们施行审判, 起案正直吗, 不然, 你们是心中作恶, 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 恶人一出母胎就语, 神书远, 一离母腹便走错路, 说谎话, 他们的毒液好像蛇的毒液, 他们好像塞尔的龙魁蛇, 不听行法术的声音, 随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 神啊, 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 耶和华啊, 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 愿他们融化, 如急流的水一般, 他弯弓射箭的时候, 愿剑头彭腐砍断, 愿他们个人像蜗牛融化过去, 又像妇人不到妻而落的胎, 不见天日, 你们用金极烧火, 锅还未热, 他要用旋风把活着的在怒中一起刮去, 依人见仇敌遭暴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因此, 人必说, 依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裹有施行判断的, 神, 诗篇第59章, 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 要杀他, 那是大卫作者金师交予灵长, 用修药毁坏掉,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 保护我, 得拖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 和喜爱流人血的人, 看啊, 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 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 耶和华啊, 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也不是为我的罪欠, 我虽然无过, 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 求你醒来帮助, 检查我, 大军之, 神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求你行起, 惩治一切异交的名, 不要怜悯行恶犯罪的人, 希腊, 他们晚上转回, 叫号如狗, 围城绕行, 看啊, 他们口中喷吐恶言, 嘴里有刀, 他们说, 有谁听见, 但你耶和华啊, 你必笑话他们, 你要吃笑一切异交之民, 因他的力量, 我必仰望你, 因为神是我的保障, 我的, 神要以慈爱迎接我, 神要叫我看现我仇敌遭报, 不要杀他们, 恐怕我的民忘记, 主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用你的能力, 使他们四散, 且降违背, 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 并咒骂虚晃的话, 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 求你在怒中消灭, 消灭他们, 使他们归于无有, 叫他们知道, 神在雅各中间掌权, 直到地级, 希腊, 到了晚上, 任凭他们转回, 任凭他们叫号如狗, 围城绕行, 他们闭上去下来, 寻找食物, 若不得饱, 就怀怨抱恨, 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 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做过我的宝杖, 在我急难的日子, 做过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啊, 我要歌颂你, 因为神是我的宝杖, 是赐恩于我的, 神, 诗篇第六十章, 大卫亚兰, 拿哈林并亚兰索巴征战的时候, 约压转回, 在阎谷攻击以东, 杀了一万二千人, 那时, 大卫作者金诗, 教人学习, 教语灵长, 用味正的百合花掉, 神啊, 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分散, 你不喜悦我们, 求你再转向我们吧, 你使地颤动, 而且崩裂, 求你将裂口一好, 因为地摇动, 你叫你的名誉渐艰难, 你叫我们喝那使人惊骇的酒,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 可以为真理养起来, 希腊, 求你听云我, 用右手拯救我,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我要欢乐, 我要分开事件, 丈量疏割骨, 激烈是我的, 马拿西也是我的, 以法联是我头上的力量, 犹大是我的设立律法者, 磨牙是我的沐浴盆, 我要向以东抛血, 非历史啊, 你还能因我夸胜吗, 谁能领我禁监故城, 谁能引我到以东地, 神啊, 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 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苦难,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依靠神才的勇敢行事,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诗篇第六十一章, 大卫的诗交与灵场, 用思贤的乐器, 神啊, 求你听我的呼求, 侧耳听我的祷告,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要从地际呼求你,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因为你坐过我的避难所, 坐过我的坚固台, 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築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希腊, 神啊, 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将产叶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你要加天王的寿数, 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代代, 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 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呀, 这样, 我要歌颂你的名, 直到永远, 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诗篇第六十二章, 大卫的诗交与灵场耶独顿, 我的心实在等候, 神,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保障, 我必不很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 图谋把他毁坏, 要倒基石呢, 你们众人终必被杀, 如毁坏歪斜的墙, 将倒的壁, 他们彼此商议, 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 他们喜爱谎话, 口虽祝福, 心却咒诅, 希腊, 我的心啊, 你当专等候, 神, 因为我的指望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保障,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 神,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乎, 神, 你们众民当实实倚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义,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腊,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 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不要仗势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神说了一次, 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赏罚他, 诗篇第六十三章, 大魏在游大矿野的时候, 做了这事, 神啊, 你是我的, 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 曾如此瞻仰你, 为要献你的能力, 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 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就是当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阴下欢喜,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 必往地底下去, 他们必倒在刀下, 他们必为狐狸所得之分, 但是王必因神欢喜, 凡指出他发誓的必要夸口, 因为说谎之人的口碧被塞住, 诗篇第六十四章,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 神啊, 我祷告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不受仇敌的惊恐, 求你把我隐葬, 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 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他们魔射如刀, 发出苦毒的言语, 好像弯弓而射的剑, 要在暗地射完全人, 他们忽然射他, 并不惧怕, 他们彼此勉励射下恶迹, 他们商量暗射网罗, 说谁能看见, 他们图谋奸恶, 极力图谋, 他们个人的意念和心思都是深的, 但神要射他们, 他们忽然被剑射伤, 他们必然跌倒, 被自己的舌头所害, 凡看见他们的, 必都逃跑, 众人都要害怕, 要传扬神的工作, 并且明白他的座位, 依人必因耶和华欢喜, 并要投靠他, 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 诗篇第65章, 大卫的诗歌交予灵场, 神啊, 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进去,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未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富之族了, 拯救我们的, 神啊, 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级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以靠的,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珠山, 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 并众民的喧哗都平静了, 住在地级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喜,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 使地大的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润凭离己, 降甘霖, 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 你以恩惠未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在各方欢乐, 操场以羊群为衣, 谷中也藏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是篇第六十六章, 一篇诗歌, 交与灵长, 全地都当下, 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 用赞美的言语显出他的荣耀, 当对, 神说, 你的座位何等可畏, 因你的大能, 仇敌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 希腊, 你们来看, 神所行的, 他向世人所做之事, 是可畏的, 他将海变成前地, 众民步行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用全能掌管, 直到永远, 他的眼睛见察列国, 叛逆的人不可自高, 希腊, 众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的听赞美他的声音,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啊, 你曾试验我们, 试炼我们, 如试炼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苦难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 掌过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要用凡寄进你的殿, 向你还我的愿, 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 口中所许的, 我要把肥出献做繁祭, 将公绵羊的香祭献给你, 我要把公牛河山羊献上, 希腊, 繁敬卫, 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呼求他,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但神实在听见了, 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诗篇第67章, 一篇诗或是歌, 教语灵场, 用思贤的乐器,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予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希腊,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列国得知你的救助, 神啊, 愿众民称赞你, 愿众民都称赞你, 愿列国都快乐欢唱吧, 因为你变公义审判众民, 治理世上的列国, 希腊, 神啊, 愿众民称赞你, 愿众民都称赞你, 那时, 地壁生出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 神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四集都要敬畏他, 诗篇第68章, 大卫的诗或是歌, 交语灵场, 愿, 神兴起, 愿他的仇敌四散, 又愿那些恨他的人, 从他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逐, 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见, 神之面而消灭, 如辣被火融化, 唯愿一人欢喜, 愿他们在神面前快乐, 愿他们极其快乐, 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 当尊崇那奉耶之名, 坐车行在珠天上的, 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居所作无父之人的父, 做寡妇断世的官, 神教孤独的有家, 是被捆锁的出来, 唯有叛逆地住在干燥之地, 神啊, 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旷野行走, 希腊, 那时, 地见, 神的面而震动, 诸天也落雨, 西奈山县, 神, 以色列, 神的面也震动, 神啊, 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你使他坚固, 你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啊, 你的恩惠是未困苦人预备的, 主发命令, 传好信息地成了大军, 统兵的君王急忙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寿所夺的, 你们虽卧在锅中, 仍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 零毛肚黄金一般, 全能者在尽内感散烈亡的时候, 势必白如在撒门的血, 神的山如巴山山, 如巴山山般高的山, 你们高耸的山啊, 为何越动? 这是神所愿居住的山, 是的, 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 神有二万车辆, 千计天使, 主在其中, 好像在西奈圣处一样, 你以经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 就是在叛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天天生会给我们的, 主就是拯救我们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希腊,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 神, 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 主耶和华, 但, 神要伤他仇敌的头, 就是那场犯罪之人的发底, 主说, 我要使众民再从巴山而归, 使他们再从深海而回, 使你的脚踹在你仇敌的血中, 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 神啊, 你是我的, 神, 我的, 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 坐乐的随在后, 都在击鼓的女子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荡在各会中称颂, 主神, 在那里, 有小便雅敏和铜管他们的, 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布伦的首领, 有拿夫塔利的首领, 你, 神已经命定你的力量, 神啊, 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斥责成队的长枪手和群公牛, 并民中的牛犊, 直到个人投降交出银块, 求你赶散好征战的猎帮, 使臣要从埃及而出, 埃塞俄比亚快要向神举手, 世上的列国啊,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 主, 歌颂那自古架行诛, 天中之诛, 天以上的诛, 看啊, 他发出声音, 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是在云中, 神啊, 你从圣所显畏可畏, 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权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第六十九章, 大卫的诗, 交与灵长, 用百合花调, 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重水要淹没我, 我现在身于泥中, 没有立脚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 大水漫过我身, 我因呼求困乏, 喉咙发钱, 我因等候神, 眼睛失眠, 无故恨我的, 比我头发还多, 无力于我未仇, 要把我灭绝的, 甚为强盛, 那时, 我所没有抢夺的, 我也偿还了, 神啊, 我的愚昧, 你原知道, 我的罪迁不能隐瞒, 大君知, 主耶和华啊, 求你交那等候你的, 不要因我蒙羞, 以色列的, 神啊, 求你交那寻求你的, 不要因我惭愧, 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 满面羞愧, 我的弟兄, 看我为外路人, 我母亲的儿女, 看我为外邦人, 因我为你电发的热心, 把我吃尽, 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我哭泣, 以尽时刻苦我心, 这倒算为我的羞辱, 我拿麻布当衣服, 就成了他们的俗坛, 坐在城门口的妄论我, 酒徒也以我为歌曲, 但我在悦纳的时候, 向你耶和华祈祷, 神啊, 求你按你珠般的慈爱, 凭你拯救的诚实听云我, 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 不叫我陷在其中, 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使我出离深水, 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 不容深渊吞灭我, 不容陷坑在我以上河口, 耶和华啊, 求你听云我, 因为你的慈爱本位美好, 求你按你珠般的慈悲回转眷顾我,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 我是在急难之中, 求你速速地听云我, 求你亲近我, 救赎我, 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 欺凌, 羞辱, 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辱骂伤破了我的心, 我又满了忧愁, 我指望有人体恤, 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 却找不住一个,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愿他们的言习, 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 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使他们的腰长长颤抖, 求你将你的脑恨倒在他们身上, 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 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 因为你所击打的, 他们就逼迫, 你所击伤的, 他们细说他的愁苦, 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 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 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不得记录在一人之中,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要以诗歌赞美, 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伟大, 这便叫, 耶和华喜悦, 胜过献牛, 或是献游脚有蹄的公牛, 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 不藐视被囚的人, 愿天河地, 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 因为神要拯救西安, 建造犹大的诚意, 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 得以畏业, 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畏业, 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诗篇第七十章, 大卫的纪念诗, 焦宇灵长, 神啊, 求你快快搭救我, 耶和华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锁我命的, 蒙羞暴愧,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啊哈, 啊哈的, 因羞愧退后,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当尊神未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神啊, 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单言, 诗篇第七十一章, 耶和华啊, 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使我逃脱, 侧耳听我, 拯救我, 求你做我坚固的居所, 你已经命定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 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 主耶和华啊, 你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 你是我所以靠的, 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 领我出母腹的是你, 我必常常赞美你, 许多人以我未怪, 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你的赞美, 你的荣耀, 终日闭满了我的口,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弱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的仇敌妄论我, 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 说, 神已经离弃他, 我们追赶捉拿他吧, 因没有人搭救他,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 神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暴溃被灭, 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 我却要常常盼望, 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的口中日要传扬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 因我不知其数, 我要来说主耶和华的能力, 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 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座位, 神啊, 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只是这代, 将你的大能只是后世的人, 神啊, 你行过大事, 功义也甚高, 神啊, 谁能像你, 你是教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 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你必使我越发昌大, 又四面安慰我, 我的, 神啊, 我要骨色称赞你, 称赞你的诚实, 以色列的圣者啊, 我要弹琴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圆魂都必大大欢喜, 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 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爆亏受辱了, 诗篇第七十二章, 为所罗门而做的事,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泰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断世, 拯救穷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世世代代, 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 如甘林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依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基, 住在旷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必要填土, 他诗和海岛的王要进贡, 士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列国都要是奉他, 因为穷罚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罚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 脱离诡诈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他们要存活, 士巴的金子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 在地的山顶上有一把乌骨, 所接的骨石要响动, 如黎巴嫩的树林, 城里的人要发望, 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列国要称他有福, 独行其事的, 耶和华, 神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又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阿门, 耶稀的儿子大魏的祈祷完毕, 诗篇第七十三章, 亚萨的事,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心中洁净的人,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湿闪, 我的脚险些滑跌, 因我曾见恶人和愚望人想亨通, 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造灾, 所以, 骄傲如链子绕着他们, 强暴向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他们都是败坏的, 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的口谢毒株天, 他们的蛇形便全地, 所以他的民归到这里, 他们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 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看啊, 这就是不敬钱的人, 是在誓亨通的他们的财宝加增,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每早晨受惩治,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 看啊, 我就得罪你儿女的世代, 当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在我实习未难, 等我尽了神的圣索, 我便明白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倒下灭亡,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 怎样看梦, 主啊, 你醒了也必照样, 轻看他们的影像, 因而, 我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如禽兽一般, 然而, 我常与你同在, 你扶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摔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看啊,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行邪淫的, 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 神是与我有意,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所以靠的,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座位, 诗篇第七十四章, 亚萨的训会诗, 神啊, 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 你为何向你操场的扬发怒, 如烟冒出呢, 求你纪念你古时所买来的惠众, 就是你所赎作你产业的账, 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 求你举不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 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 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 他们树了自己的棋位记号, 从前, 人扬起斧子, 按着林中砍伐的茂密树的名声, 但如今, 他们打坏圣所中所雕刻的, 用斧子堆子速速打坏了, 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 污秽你名的居所, 拆毁道地, 他们心里说, 我们要进行毁灭, 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 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 不再有先知, 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 这灾祸要到基石呢, 神啊, 敌人辱骂要到基石呢, 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 你为慎魔缩回你的右手, 求你从怀中伸出来, 因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 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 将水中龙的头打破, 你曾砸碎水怪的头, 把驼给旷野的民味食物, 你曾分裂磐石, 水变成了西河, 你是长流的江河钱了, 白昼属你, 黑夜也属你, 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 地的一切将界是你所立的, 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耶和华啊, 仇敌辱骂, 余顽民亵渎了你的名, 求你纪念这事, 不要将你班纠的性命 交给成群的恶人啊, 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 求你顾念所立的约, 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 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啊, 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 神啊, 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 要纪念渔丸人, 怎样终日辱骂你, 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 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 诗篇第七十五章, 亚萨的失货歌, 教育灵长, 用修药毁坏掉, 神啊, 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的名相近, 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我到了锁定的日期, 必按正直时行审判, 地和旗上的居民都消没了, 我曾立了地的柱子, 喜拉, 我对愚昧人说, 不要行事愚昧, 又对恶人说, 不要举脚,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 不要硬着景象说话, 因为高举非从东, 非从西, 也非从南而来, 唯有神断定, 他使这人降碑, 使那人升高, 耶和华手里有碑, 其中的酒红润, 碑内满了条河的酒, 他道出在碑内的, 唯没有道出渣子, 地上的恶人, 必都挤着酒的渣子, 而且喝尽, 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 我要歌颂雅各的神, 恶人一切的脚, 我要砍断, 唯有一人的脚臂被高举, 诗篇第76章, 亚萨的诗歌, 教语灵长, 用思贤的乐器, 在犹大, 神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 他的名为大, 在撒冷有他的丈母, 在西安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剑, 并盾牌, 刀剑和占据, 希腊, 你比猎物之山更显光滑和荣美, 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 他们睡了长觉,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雅各的, 神啊, 你的斥责一发, 连车带马都沉睡了, 唯独你是可畏的, 你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眼前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那实地就惧怕而尽你, 就是当神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的时候, 希腊, 人的愤怒要称赞你,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你们许愿, 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 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 他要剪除王子的灵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微可畏, 诗篇第七十七章, 亚萨的诗, 赵耶杜顿的做法, 教育灵长,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 他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 主, 我的疼痛在夜间不住地游走,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 神就烦躁不安, 我沉吟悲伤, 灵便发昏, 希腊, 你叫我不能闭眼, 我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扪心自问, 我灵力也仔细行茶,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在施恩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世事废弃吗, 难道神望既开恩, 因在目中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希腊, 我便说, 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 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想念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提说你的座位, 神啊, 你的座位在圣所中, 有何神大如我们的神呢, 你是行骑士的, 神, 你曾在列邦中, 彰显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绑壁赎了你的民, 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希腊, 神啊, 珠水见你, 一见就都金黄, 深渊也都颤抖, 云中倒出水来, 天空发出响声, 你的剑也飞行四方, 你的雷声在天, 电光照亮世界, 大地颤抖震动, 你的倒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是篇第78章亚萨的训会式, 我的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会, 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 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 是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枪, 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所行的奇妙座位, 述说给后代听, 因为, 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 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 可以小的,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 神, 不忘记, 神的座位, 唯要守他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是顽梗叛逆, 居心不正之世代, 向着, 神, 灵不坚定, 以法联的子孙, 带着兵器, 拿着弓, 临阵之日, 转身退后, 他们不遵守, 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又忘记他所行的, 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座位, 他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在他们祖宗的眼前, 施行其事, 他将海分裂, 使他们过去, 又将水利起如雷, 他白日用云彩, 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 他在旷野分裂磐石, 给他们水喝, 如从深渊而出, 他使水从磐石涌出, 叫水如江河下流, 他们却愈发得罪他, 在旷野之地惹动, 至高者, 他们心中试探, 神, 随自己所欲地求食物, 并且妄论, 神说, 神在旷野, 岂能摆设沿袭吗? 他既曾击打磐石, 石水涌出, 成了掌溢的西河, 他还能赐粮食吗? 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 所以, 耶和华听见, 就发怒, 有烈火向雅各烧起, 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 因为他们不信服, 神不依赖他的救恩, 他却从上吩咐密云, 又敞开天上的门, 降马, 项羽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骨赐给他们, 个人吃天使的食物, 他赐下粮食, 使他们饱足, 他领动风起在天空, 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 他降肉, 项羽在他们当中, 多如尘土, 又降长雨的禽鸟, 多如海沙, 落在他们的营中, 在他们住处的四面, 他们吃了, 而且饱足, 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愿的, 他们贪而无厌, 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那种致肥致胖的, 打倒以色列的精兵, 虽是这样, 他们仍旧犯罪, 不信他奇妙的作为, 因此, 他叫他们的日子, 笑于虚空之中, 叫他们的年岁尽数艰难, 他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求问他, 回心转意, 窃窃地寻求, 神, 他们也追念, 神是他们的磐石, 至高的, 神是他们的救赎主, 他们却用口奉承他, 用舌向他说谎, 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 在他的约上也不坚定, 但他满怀怜悯, 饶恕他们的罪孽, 不灭绝他们, 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 不发尽他的愤怒, 他想到, 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凡的风, 他们在旷野惹动他, 在荒漠叫他担忧, 何其夺呢, 他们转去再三试探, 神, 限制以色列的, 圣者, 他们不追念他的手, 和熟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他怎样, 在埃及的显神迹, 在索安田显奇事, 把他们的江河并大水, 都变为血, 使他们不能喝, 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 捉近他们, 又叫青蛙灭了他们,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毛虫, 把他们辛苦的来的交给蝗虫, 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 下寒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 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 他是猛烈的怒气和愤怒, 恼恨, 苦难, 成了一群降灾的天使, 临到他们,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 使他们死亡, 倒将他们的性命交给瘟疫,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 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 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 他领他们稳稳妥妥地, 使他们不致害怕, 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所的边界, 到他右手所买的这山地, 他在他们面前赶出一郊的民, 用省子江一郊之民的地量给他们喂业, 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 他们仍旧是叹, 惹动至高的, 神不守他的法度, 反倒退后行诡诈, 像他们的祖宗一样, 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功, 因他们的众高丘惹了他的怒气, 因他们所叼的众响触动他的愤恨, 神听见就发怒, 极其憎恶以色列, 甚至他离弃弑罗的帐篷, 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 又将他的能力交与人掳去, 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 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 向他的产业发怒, 他们的少年人被火烧灭, 他们的处女没有出嫁, 他们的祭司倒在刀下, 他们的寡妇却不哀哭, 那时, 主向世人睡醒, 向永世阴久呼喊, 他就打他敌人的背, 叫他们永蒙羞辱, 并且他不肯容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之派, 却拣选由大致派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盖造他的圣所, 好向高处的宫殿, 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位, 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连大带小的母羊, 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 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诗篇第79章, 亚萨的诗, 神啊, 一交之民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把你仆人的尸首, 交予天空的飞鸟喂食, 把你圣民的肉, 交予地上的野兽,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 无人葬埋,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 成为我们四为人的吃笑几次, 耶和华呀, 这道基石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 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一交之民, 和那不求告你明的国度,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 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求你不要纪念我们从前的罪孽, 向我们追讨啊,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依你明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明的缘故搭救我们, 净去我们的罪, 为何容易交之民说他们的, 神在哪里呢, 愿你使一交的民知道, 你在我们眼前, 是你仆人流血的冤, 愿被求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 愿你按你的大能力, 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主啊, 愿你将我们临邦所羞辱你的羞辱, 加七倍归到他们怀中, 这样, 我们就是你的民, 你草场的羊, 要称献你, 直到永远, 我们要传扬赞美你的话, 直到世世代代, 诗篇第八十章, 亚萨的事, 交与灵场, 用魏正的百合花调,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 牧者呀, 求你留心听, 住在二纪路伯中间的呀, 求你发出光来, 再以法联, 便雅敏, 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 来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耶和华大君知, 神啊,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基石呢,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有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 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彼此细笑, 大君知,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一郊之民, 把这树栽上,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 它就深深扎根, 爬满了地, 它的影子遮满了山, 枝条好像加美的香柏树, 它发出枝条, 尝到大海, 发出枝子, 沿到大河,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 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 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大君知, 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观察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所兼顾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下,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所兼顾的人子, 这样, 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火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华, 大君知,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诗篇第八十一章, 亚萨的诗, 教育灵长, 用加特乐器, 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 打手鼓, 谈美琴雨色, 当在月朔并锁定的日期, 我们过圣节的日期吹号,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经过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谓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 我使你的肩的脱重胆, 你的手放下篮子, 你在急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云你, 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 希腊, 我的民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 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 你也不可敬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曾把你从埃及的岭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 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人凭他们随心所欲,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 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他, 但他们的时日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 我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 叫你饱足, 诗篇, 第八十二章, 亚萨的事,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说, 你们审判不禀公义, 逊恶人的情面, 要到基石呢, 希腊, 你们当保护贫寒的人和无负的人,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就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仍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 你们是众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女, 然而, 你们要死, 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 像王子中的一个,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事件, 因为你要得万邦未业, 诗篇第八十三章, 亚萨的诗歌,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看啊, 因为你的仇敌喧嚷,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 要害你的百姓, 彼此商议, 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们剪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 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 要抵挡你, 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 和以什玛利人, 摩押和夏甲人, 加巴勒, 亚门和亚玛利, 非利时并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希腊, 求你带他们, 如带米殿, 如在基顺和带西西拉, 和耶宾一样, 他们在引多尔灭亡, 他们给地上成如粪土, 求你叫他们的贵族, 像额利和西伯, 叫他们的王子, 都像西巴和撒姆拿, 就是说, 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的, 我的, 神啊, 求你叫他们像轮子, 像风前的碎剑,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里,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逼迫他们, 用鲍鱼使他们惊慌,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啊, 愿他们永远爆亏惊慌, 愿他们受辱灭亡, 使人知道你独名为耶和华的, 全地以上乃位至高, 诗篇第八十四章, 魏可拉后裔而作的诗, 教育灵长, 用家特乐器, 大君之, 耶和华呀, 你的丈母何等可亲, 我羡慕可想, 耶和华的愿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向永生, 神呼叫, 大君之, 耶和华我的, 王, 我的, 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生厨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位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希腊, 靠你有力量, 把他们的道路存在心中的, 这人便位有福, 他们经过巴卡谷, 叫这谷便位水井, 并有雨水充满了泉谷, 他们行走, 立上加利, 个人到西安朝县, 神, 耶和华大君之,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 神啊, 求你留心听, 希腊,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官看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愿与住一日, 胜过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 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 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耶和华要赐下恩典和荣耀,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大君之, 耶和华呀, 依靠你的人便未有福, 诗篇第八十五章, 可拉后裔的诗, 交予灵长, 耶和华呀, 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 你饶恕了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一切的罪过, 希腊, 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叫你的脑恨向我们止息,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要世世代代将你的怒气发出吗,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 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耶和华呀,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见, 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 叫他的教宗成为我们可走的路, 诗篇第八十六章, 大卫的祈祷, 耶和华呀, 求你侧耳听云我, 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因我是圣洁的,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这一靠你的仆人, 主啊, 求你怜悯我, 因我终日呼求你, 主啊, 求你使你仆人心里欢喜, 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主啊, 你本位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耶和华啊,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吹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因为你病云我, 主啊, 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你的座位也无可比, 主啊, 你所造的列国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因你位大, 且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啊,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照你的真理性,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 神啊,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的词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原魂, 缅入极深的地狱, 神啊, 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 又有一挡强横的人, 寻锁我的命,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但你主啊, 你是满有怜悯有恩典的, 神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你向我转脸, 连续我吧, 将你的力量赐给你仆人, 救你婢女的儿子,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叫恨我的人看见别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 安慰我, 诗篇第87章, 可拉后裔的诗歌,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耶和华爱西安的门, 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是乃指着你说的, 希腊, 我要提起拉哈勃和巴比伦人, 是在认识我之中的, 看啊, 菲利是和推罗并埃塞俄比亚, 这人各生在那里, 论到西安, 必说, 这一个, 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而且, 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 当耶和华记陆仲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 希腊, 歌唱的, 作乐的, 都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诗篇第88章, 魏可拉后裔而作的诗歌, 就是以色拉人希曼的训会诗, 教育林长, 用马哈拉利暗讹调, 耶和华拯救我的, 神啊,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 我的性命临近坟墓,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 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被解脱在死人中, 好像被杀的人, 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在纪念的, 他们是你手所剪除的,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 在深处, 你的愤怒中压我身, 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希腊,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哀痛, 耶和华啊, 我天天求告你, 向你举手, 你岂要行骑士给死人看吗, 难道死人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希腊, 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 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现实吗, 你的骑士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 你的公义岂能在旺季之地被知道吗, 耶和华啊, 我呼救你, 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啊, 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掩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 几乎死亡, 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 你的烈怒慢过我身, 你的惊吓把我剪除, 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 一起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粮棚密友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 诗篇第八十九章, 以色拉人以叹的训会是, 我要歌唱, 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语, 世世代代, 因我曾说, 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实必建立在那诛天之中,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大位起了事,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世世代代, 希腊, 耶和华啊, 诸天要称赞你的骑士, 在圣民的会中, 也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 神的重子中, 谁能向耶和华呢, 他在圣民的会中, 是大受敬畏的, 神比一切在他思维的更受尊敬, 耶和华大君之, 神啊, 哪一个大能者向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是在你的思维,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 你就使他们平静了, 你打碎了拉哈勃, 似乎是以杀的人, 你用有能的绑币打散了你的仇敌, 诸天属你, 地也属你,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南北为你所创造, 他勃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喜, 你有大能的绑币, 你的手有力, 你的右手也高举,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所在, 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啊,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他们因你的明中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脚臂被高举, 我们的宝杖是耶和华, 我们的王室以色列的圣者, 当时, 你在异象中小遇你的圣者, 说, 我一把救助之力夹在那有能者的身上, 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 用我的圣高高他, 我的手必使他坚立, 我的绑臂也必坚固他, 仇敌必不勒索他, 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 我要在他面前打倒他的敌人, 将栽与那恨他的人, 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 因我的名, 他的脚臂被高举, 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 右手伸到河上, 他要称呼我说, 你是我的父, 是我的, 神是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比世上的君王更高,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 使他的宝座如天之酒, 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 背弃我的律例,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要用仗责罚他们的过犯, 用边责罚他们的罪孽,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 也必不叫我的信誓废弃,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嘴里所出的,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我绝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太阳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希腊, 但你恼怒你的受高者, 就丢掉曾武他, 你废弃了与你仆人所立的约, 你辱莫他的冠冕, 将冠冕丢弃余地, 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 使他的宝杖变为荒场, 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 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你已设立他敌人的右手, 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 你叫他的刀剑卷刃, 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荣光芝西, 将他的宝座推倒余地, 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 又使他蒙羞, 希腊, 耶和华呀, 这要到基石呢, 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 你的愤怒如火焚烧, 要到基石呢, 求你想念我的时候, 是何等的短少, 你创造世人, 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 谁能长活免死, 就他的性命脱离坟墓的手呢, 希腊, 主啊, 你从前凭你的信实, 向大魏力士, 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 主啊, 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 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圣民的羞辱, 存在我怀里, 耶和华呀, 你的仇敌用这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高者的脚踪,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诗篇第九十章, 神的人摩西的祈祷,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珠山未曾生出, 地狱事件你未曾造成, 从横谷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灭亡,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耕,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浅,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全是,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留心领受智慧, 耶和华啊, 我们要等到基石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喜快乐啊,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座位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耶和华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诗篇第九十一章,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以靠的, 他必就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真理必做你的盾牌挡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肩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穴部的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 见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嘱咐他的天使,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魁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龙,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诗篇第九十二章, 安息日的诗歌,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这本位美事啊, 早晨要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要传扬你的信誓, 要用实弦的乐器合色, 用琴弹出优雅的声音, 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座位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夸胜, 耶和华啊,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畜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望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为你耶和华是至高, 直到永远, 看啊, 你的仇敌, 耶和华啊, 你看,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独角兽的脚, 我是被心犹高了的, 我眼睛也必看见仇敌, 遭暴, 我耳朵必听见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依人要发望如棕树, 他要生长如篱笆嫩的香柏树, 那些灾于, 耶和华殿中的, 必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他们要肥壮而常发望, 好显明, 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诗篇第九十三章, 耶和华作王, 他以威严卫衣穿上, 耶和华以能力卫衣,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你的宝座从太处立定, 你从横骨就有, 耶和华啊, 大水扬起, 大水发生, 波浪澎湃,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多水的响声, 洋海的大浪, 耶和华啊, 你的法度最确实, 你的殿永称卫圣, 是何疑的诗篇第九十四章, 耶和华啊,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显明自己,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啊, 恶人夸圣, 要到基石呢, 要到基石呢, 他们说难明的话到基石呢, 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夸, 要到基石呢, 耶和华啊, 他们打碎你的百姓,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客侣, 又杀害无父的人, 他们说, 耶和华必不看见, 雅各的神必不思念, 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明白, 你们鱼丸人到基石才有智慧呢, 造耳朵的, 难道自己不听见吗, 造眼睛的, 难道自己不看线吗, 管教一教之民的, 难道自己不承治人吗, 只教人得知识的, 难道自己没有知识吗,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耶和华啊,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 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 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审判要转向公义, 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 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 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 我正说我施了脚, 耶和华呀, 那使你的慈爱扶住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心欢乐, 那借着律利嫁弄残害, 在胃上行奸恶的, 岂能与你相交吗?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 要流无辜的人的血, 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宝障, 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在行恶之中, 他要剪除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 诗篇第九十五章,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位大, 神, 位大, 王, 超乎众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力量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再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灭, 为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你们不可硬住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又像在旷野试探他的日子一样, 那时, 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座位, 四十年之久, 我为那世代仇犯, 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座位, 所以, 我在怒中启示, 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诗篇第九十六章,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呀,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旧安, 在一交民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众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荡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众神之上荡受敬畏, 外邦的众神尽是偶像,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胜索, 民中的各族啊, 你们要降荣耀, 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 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公务来进入他的怨语, 当以圣洁为庄室敬拜, 耶和华呀, 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 人在一交民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 愿诸天欢喜, 愿大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 临终的树木都要欢喜在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真理审判众民, 诗篇第97章, 耶和华作王, 愿得快乐, 愿州海岛欢喜, 蜜云和幽暗在他的思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所在,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 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 大地看线便颤动,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 主的面便融化如辣,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 众民看见他的荣耀, 愿一切侍奉雕刻的重向, 靠虚无知偶像自夸的, 尽都爆亏, 众神啊, 你们都当敬拜他, 耶和华啊, 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 犹大的众女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高过全地, 你被尊崇远超众神之上, 你们爱, 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散布亮光是畏义人, 欲被喜乐是畏证之人, 你们一人荡靠, 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节, 诗篇第九十八章, 一篇诗, 你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吧,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圣臂是他的圣, 耶和华传扬了他的救恩, 在一交之民眼前显出公义, 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 所评的现实, 地的四集都看现我们神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喜歌颂, 要用情歌颂耶和华, 用情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 用号和缴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愿大水拍声, 愿珠山一同欢呼在, 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众民, 诗篇第九十九章, 耶和华作王, 众民荡颤抖, 他坐在二纪录博中间, 地挡动摇, 耶和华在西安位大, 他超乎众民之上, 他们当称赞你大而可畏的名, 这名本位上, 网友能力, 喜爱公平, 兼立公正, 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 你们当尊崇,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脚凳前敬拜, 他本位上, 在他的祭祀中有摩西和亚伦,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摩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他们, 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 他们遵守他的法度, 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你应允他们, 你是饶恕他们的神, 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 你们要尊崇,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的圣山敬拜,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位圣, 诗篇第100章称谢诗, 普天下当相, 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 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不是我们自造的, 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未善, 他的慈爱乃是永久, 他的诚实存到世世代代, 诗篇第101章, 大卫的诗, 我要歌唱慈爱和宫廷, 耶和华呀, 我要向你歌颂,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啊, 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 我要存完全的信心在我家中, 邪屁的事, 我都不摆在我眼前, 叛逆人所做的事, 我甚恨恶, 不容粘在我身上, 乖僻的心思, 我必远离, 一切的恶人, 我不认识, 在暗中毁谤他邻居的, 我必将他剪除, 眼目高傲, 心里骄纵的, 我必不容他, 我眼要看国中的中心人, 叫他们与我同住, 行为完全的, 他要伺候我, 行鬼诈的, 必不得住在我家里, 说谎话的, 必不得留在我眼前, 我要从早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 好把一切作孽的从, 耶和华的城里剪出, 诗篇第102章, 困苦人发昏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 吐露苦情的祷告, 耶和华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在急难的日子, 求你向我刺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应允我, 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 我的骨头如火炉烧着, 我的心被伤, 如草枯浅, 甚至我忘记吃饼, 因我爱哼的声音, 我的皮颈贴骨头, 我如同旷野的啼壶, 我好像荒漠的猫头鹰, 我惊醒不睡, 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 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启示, 我吃过芦灰如同吃饼, 我所喝的鱼眼泪混杂, 这都因你的脑恨和愤怒, 你把我生起来, 又把我摔下去, 我的年日如日影偏邪, 我也如草枯浅, 耶和华啊, 为你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 也存到世世代代, 你必起来连续西安, 因现在是喜悦他的时候, 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 喜爱其中的尘土, 这样, 一交之民要敬畏, 耶和华的民, 世上诸王独敬畏你的荣耀, 那时, 耶和华要建造西安, 他必在他荣耀里显现, 他必垂顾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被创造的民要赞美, 耶和华, 因为, 他已经从至高的圣所垂看, 耶和华从天相地观察, 要垂听被囚之人的悲叹, 要是放江要死的人, 要在西安传扬, 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 就是在众民和列国聚会侍奉, 耶和华的时候, 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 使我的年日短少, 我说, 我的, 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 世代无穷,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诸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霉,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仪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诗篇第103章, 大魏的事,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叶和华, 烦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饶恕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口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孩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趋的人申冤,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座位,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代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教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惊风一吹便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横古道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诫命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诸天预备了宝座, 他的国统管一切, 有大能, 遵行他命令, 听从他话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诗篇第104章,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 神啊, 你位置大, 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铺张诸天, 如铺曼子,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 用云菜为车辆,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造他的天使为灵, 以火焰为仆役, 将地立在根基上, 实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服, 珠水高过山里, 你的斥泽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随山上翻, 随谷下流, 归你为他们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食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耶和华使全员涌在山谷, 游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 野驴的解其渴, 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间啼叫, 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 因他座位的功效, 地久丰足, 他食草生长, 给牲畜吃, 使菜蔬发肠,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 又得酒能月人心, 得油能润人面, 得粮能养人心, 加美的树木, 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 使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江, 雀鸟在旗上搭窝, 置于鹤, 松树式驮的房屋, 高山未也山羊的住所, 岩石未提吐的藏处, 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 日头自知沉落, 你造黑暗未也, 林中的一切野兽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 要抓食, 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 寿便聚集, 握在洞里,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呀,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变定满了你的丰富, 那里有海, 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爬物, 大小走兽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 有你所造的水怪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 按时给托食物, 你给托门, 托门便拾起来, 你张手, 托门饱得美食, 你眼面, 托门便金黄, 你收回托门的气, 托门就死亡, 跪于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 托门便被创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 他看地, 地便颤动, 他摸山, 山就冒烟, 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尝诗, 我还活的时候, 要向我神歌颂,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 愿恶人归于无有, 我的心啊, 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05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啊, 在众名中传扬他的座位,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座位,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座位, 和他的骑士, 并他口中的叛语,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 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索起的事, 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位律例, 向以色列定位永远的约,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分, 当时, 他们人丁有限, 数目稀少, 并且在那地有外人的, 那时, 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 从这国行到那民, 他不容甚谋人欺负他们, 他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 不可触害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机荒降在那地上, 他将粮食的杖权行折断, 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贝卖为仆人, 人用脚料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捆鞠, 耶和华的话是练他, 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王打发人把他解开, 就是治理众民的, 把他释放, 他立他做王家之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尘载, 又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 雅各在寒地寄居,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 并用诡计带他的仆人, 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所拣选的亚伦, 在敌人中艰险他的神迹, 在寒得显他的骑士, 他命黑暗, 就有黑暗, 没有违背他话的, 他叫埃及的水便威胁, 叫他们的鱼死了, 在他们的地上, 以及王公的内侍, 青蛙哆哆滋生, 他说一声, 各类的苍蝇就来, 并有狮子进入他们死境,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未雨, 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 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 他说一声, 就有蝗虫毛虫上来, 不计其数, 吃进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树, 和地土的出产,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 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 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 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便欢喜, 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 他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间时火光照, 他们一求, 他就使安纯飞来, 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 他打开磐石, 水就涌出, 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 这都因他纪念他圣言的应许, 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欢呼前往, 他将一交之民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 好使他们遵他的律力, 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06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谢耶和华呀, 因他本位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说出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传扬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未有福, 耶和华呀, 你用恩惠带你的百姓, 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献你选民的福, 乐你国民的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们做了孽, 行了恶, 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 不纪念你诸般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惹动他, 然而,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并且斥责红海, 海变前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旷野, 他拯救他们, 脱离恨他们人的手, 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水淹没他们的敌人, 没有一个存留, 那时, 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等不多时, 他们就忘了他的座位, 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起御心, 在荒漠试探, 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心中软弱, 他们又在营中, 极度摩西河, 耶和华的圣者亚伦, 地裂开, 吞下大滩, 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 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他们在和列山造了牛犊, 敬拜铸成的像, 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 换为吃草之牛的像, 忘了神他们的救主,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在寒的行骑士, 在红海行可谓的事, 所以, 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 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他们又藐视那美帝, 不信他的话, 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 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 他举起他的手攻击他们, 必叫他们倒在旷野, 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 分散在各地, 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 且斥了祭死人的物, 他们这样行, 惹耶和华伐怒, 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那时, 菲尼哈站起, 施行审判, 瘟疫这才直戏, 那就算为他的义, 事事代代, 直到永远, 他们在争闹的水又叫, 耶和华伐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 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他们不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列国, 凡与异教之民混杂相合,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 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流无辜人的血, 就是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污秽了, 这样, 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 在行为上犯了邪影,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百姓发作, 甚至憎恶他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一郊知民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挟制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就服在敌人手下,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们确设谋惹动他, 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 然而,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诸般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 再反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从一教民中招聚我们, 我们好称谢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圣,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横骨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07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呀,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 耶和华的熟民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所招聚来的,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 寻不现可住的诚意, 又饥又渴, 心里发昏, 于是, 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又领他们行走直路, 使他们忙可居住的诚意, 但愿人因, 耶和华的恩惠,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里饥饿的人的宝美物, 那些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 藐视至高者的执意, 所以, 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 他们扑倒, 无人辅助, 于是, 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他从黑暗中和死因里领他们出来, 折断他们的绑锁, 但愿人因, 耶和华的恩惠,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因为他打破了铜门, 砍断了铁栓, 愿望人因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 就临近死门, 于是, 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他发命医治他们, 救他们脱离死亡, 但愿人因, 耶和华的恩惠,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愿他们以感谢魏祭献给他, 欢呼述说他的座位, 在海上坐船, 在大水中经理事物的, 他们看见, 耶和华的座位, 并踏在深水中的歧视, 因他一吩咐, 狂风就起来, 海中的波浪也扬起, 他们上到天空, 下到海底, 他们的心因患难便融化, 他们摇摇晃晃, 东倒西歪, 好像醉酒的人, 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 于是, 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 他是狂风止息, 波浪就平静, 风稀浪静, 他们便欢喜, 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 但愿人因, 耶和华的恩惠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 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 他是江河变为旷野, 叫水泉变为干旱之地, 使肥地变为荒地, 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 他是旷野变为水潭, 叫旱地变为水泉, 他是饥饿的人住在那里, 好建造可住的城义, 幼种田地, 栽葡萄园, 得享所出的土产, 他又赐福给他们, 叫他们生养众多, 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 他们又因暴虐, 患难, 愁苦, 就减少且卑下, 他使君王蒙羞被褥, 使他们在旷野无路之地漂流, 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 脱离苦难, 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 一人看见就欢喜, 罪孽之辈比塞口无言, 凡有智慧的, 必在这些事上留心, 也必明白耶和华的慈爱, 诗篇第108章, 大魏的歌或是诗, 神啊, 我心坚定, 我要带着荣耀唱诗歌颂, 秦瑟啊, 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耶和华啊, 我要在列国中称赞你,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高云,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求你应允我, 用右手拯救我,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我要欢乐, 我要分开事件, 丈量疏歌谷, 激烈是我的, 马拿西也是我的, 以法联是我头上的力量, 犹大是我的设立律法者,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 我要向以东抛鞋, 我必向非力使夸胜, 谁能领我禁监故城, 谁能引我到以东地, 神啊, 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 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苦难,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依靠神才的勇敢行事,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诗篇第109章, 大魏的诗交与灵长, 我所赞美的,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不言, 因为恶人的嘴和鬼诈人的口, 已精张开攻击我, 他们用说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他们围绕我, 说怨恨的话, 又无故地攻打我, 他们与我为敌, 以报我爱, 但我专心祈祷, 他们向我以恶报善, 以恨报爱, 愿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 并使撒旦站在他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 愿他出来担当罪名, 愿他的祈祷反成畏罪, 愿他的年日短少, 愿别人的他的职份, 愿他的儿女没有父亲, 他的妻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漂流淘气, 又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寻柄, 愿强暴的债主, 牢笼他一切所有的, 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向他严敏施恩, 愿无人喜爱他无父的儿女, 愿他的后人断绝, 名字被涂抹, 不传于下代, 愿他祖宗的罪孽被, 耶和华纪念, 愿他母亲的罪过, 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常在, 耶和华面前, 叫他使他们的名号断绝于世, 因为他不想施恩, 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 要把他们致死, 他爱咒骂, 咒骂就临到他, 他不喜爱福乐, 福乐就与他远离, 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 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 像游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 当他长束的腰带, 愿这做我对头, 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 主耶和华啊, 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 因你的慈爱美好, 求你搭救我, 因为我困苦穷乏, 内心受伤, 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 我如蝗虫被抖出来, 我阴尽时, 息骨软弱, 我身上的肉也渐渐受了, 我受他们的羞辱, 他们看见我便摇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 照你的慈爱拯救我, 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 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 任凭他们咒骂, 唯愿你赐福, 他们及时起来就必蒙羞, 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 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 我要用口大大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众人中奸赞美他, 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 要救他脱离定他原魂有罪的人, 诗篇第110章, 大魏的事, 耶和华对我, 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身处能力的障碍, 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必甘心, 从清晨的腹中要以圣洁为装饰, 你少年时光要如甘露,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 说, 你是照着迈及喜德的等字, 永远为祭司,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必刺头猎王, 他要在一交民中施行审判, 失手就变满个处, 他要商许多国的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头来, 诗篇第111章,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我要在正值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 一心称赞, 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位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了其事, 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典, 满怀怜悯,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 把一交之民的地赐给他们卫业, 他守所行的是诚实公平, 他的命令都是确实的, 他们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证直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的名胜而可畏, 敬畏,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诗篇第112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敬畏, 耶和华, 甚喜爱他命令的, 这人便未有福, 他的后裔在势比强盛, 正值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他家中有货物, 有钱财,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正值人在黑暗中, 有光向他显现, 他有恩典, 满怀怜悯和公义, 善人施恩与人, 借贷与人, 他以见识引导他的事物, 他必永不动摇, 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 他心坚定, 依靠, 耶和华, 他心确定, 总不惧怕, 直到他看见他的敌人遭暴,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的脚臂被高举, 大有荣耀, 恶人看见便恼恨, 闭且痴且融化, 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 诗篇第113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 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止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超乎列国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住在高处, 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是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他是不遇的妇人安居家中, 为多子的乐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4章,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 那是由大魏他的圣所, 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 沧海看见就奔逃, 约旦河也倒流, 大山踊跃, 如宫绵羊, 小山跳舞, 如绵羊羔, 沧海啊, 你为何奔逃, 约旦啊, 你为何倒流, 大山啊, 你为何踊跃, 如宫绵羊, 小山啊, 你为何跳舞, 如绵羊羔, 大地啊, 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 神的面便要颤动, 他叫磐石变为水池, 叫尖石变为泉源, 诗篇第115章, 耶和华啊,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为何容易教的您说, 现在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然而, 我们的神在诸天, 他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啊, 你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 亚伦家啊, 你们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依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 他还要赐福给我们, 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 赐福给亚伦的家, 凡敬畏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 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 天, 是耶和华的诸天, 地, 他却给了世人, 此人不能赞美耶和华, 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今时之到永远, 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6章,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记下我侧耳, 我一声要求告他, 死亡的愁苦缠绕我, 地狱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那时, 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 说, 耶和华呀, 求你救我的元魂, 耶和华有恩典, 有公义, 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耶和华保护于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他救了我,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 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 救我的延免了流泪, 救我的脚免了跌倒,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我曾急促地说, 人都是说谎的, 我拿慎魔报答, 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碑, 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 耶和华还我的愿,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呀, 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 是你婢女的儿子, 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我要以感谢魏济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在耶路撒冷当中啊,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7章, 列国啊,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众民啊, 你们都当称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怜爱慈悲, 耶和华的真理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8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呀,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我,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在我旁边,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在那帮助我的人中, 有, 耶和华帮助我, 所以我要看见那些恨我的人遭暴, 投靠, 耶和华胜过依赖人, 投靠, 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 列国围绕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币剿灭他们, 他们环绕我, 围困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币剿灭他们, 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 好像烧荆棘的火, 必被熄灭,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你推我, 要叫我跌倒,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在一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耶和华的右手勇敢行事,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耶和华的右手勇敢行事, 我必不致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座位, 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 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赞美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要进去, 我要赞美你, 因为你已经听云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将人所聚的石头, 成为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 耶和华呀, 求你使我哼通, 奉耶和华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 为你们祝福, 神就是那照亮我们的耶和华, 礼当用绳索把寄生捆住, 迁到弹角那里, 你是我的, 神, 我要称赞你, 你是我的, 神, 我要尊崇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呀,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是篇第119章, 假, 行为完全, 遵行, 耶和华律法的, 这人便未有福, 遵守他的法度, 一心寻求他的, 这人便未有福, 这人不做恶事, 但遵行他的道, 耶和华呀, 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 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愿我的路蒙指引, 得以遵守你的律力呀, 我看中你的一切命令, 就不至于羞愧, 我学了你公义的叛语, 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赞你, 我避守你的律力, 求你不要弃绝我呀, 一, 少年人用肾魔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谨守你的话, 我一心寻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呀,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呀, 你是应当称颂的,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喜悦你的法度,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看中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力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丁, 求你用厚文带你的仆人, 使我存活, 我好遵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客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时常切勿你的典章, 甚至心碎, 受咒诅, 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 你已经责备他们,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我遵守你的法度, 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 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力,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事, 丁,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我述说我所行的, 你听远了我,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谈论你的奇事, 我的心因愁苦而融化, 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 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 堪将你的律法赐给我, 我拣选了中心的道, 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我持守你的法度,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哦, 耶和华呀, 求你将你的律力指教我, 我必遵守道理,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求你使我的心去向你的法度, 不去向贪婪,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 求你向你的仆人坚定,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 因你的典章本位美, 看啊, 我羡慕你的训词, 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切, 耶和华呀, 愿你照你的话, 使你的慈爱, 就是你的救恩, 临到我身上, 我就有话回答, 那羞辱我的, 因我倚靠你的话, 求你不叫真理的话, 全然离开我口, 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我要常守你的律法, 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自由而行, 因我速来考究你的训词,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 并不至于羞愧,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这命令速来是我所爱的, 我守又要高举你的命令, 这命令速来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令, 更, 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 叫我有盼望, 这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患难中因此的安慰, 骄傲的人甚无漫亡, 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啊, 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 就得了安慰, 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 就被惊恐抓住, 我在世纪居, 速来以你的律力为师哥, 耶和华啊, 我夜间纪念你的名, 遵守你的律法, 我所以如此, 是因我守你的训词, 信,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福分, 我曾说, 我要遵守你的言语, 我一心求过你的恩, 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 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 并不吃言, 恶人的绳索缠绕我,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 半夜闭起来称谢你, 凡敬为你, 守你训词的人, 我都与他作伴, 耶和华啊, 你的慈爱遍满大地,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人, 耶和华啊, 你向来是照你的化膳代你的仆人, 求你将精明和知识指教我, 因我信了你的命令, 我为受苦, 已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 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他们心蒙之游,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律法, 与我有益, 剩余上千的金银, 归, 你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敬畏你的人见, 我就要欢喜, 因我仰望你的话, 耶和华啊, 我知道你的叛语是公义的, 你使我受苦, 是以信实待我, 求你照着应许你仆人的话, 以怜爱慈悲安慰我, 愿你的慈悲临到我, 使我存活, 因你的律法, 是我所喜爱的, 愿骄傲人蒙羞, 因为他们无礼地恶待我, 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 愿静为你的人, 并晓得你法度的人, 都归向我, 愿我的心, 在你的律力上完全, 使我不置蒙羞, 此, 我心可想你的救恩, 我却仰望你的话, 我因盼望你的话, 眼睛失明, 说, 你何时安慰我, 我诚如烟熏的皮带, 却不忘记你的律力, 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 你及时向逼迫我的人, 施行审判呢, 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 为我决了坑, 你的命令尽都信实, 他们无礼地逼迫我, 求你帮助我,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 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 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臭, 耶和华啊,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你的信实存到世世代代, 你坚定了地, 地就长存,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 一切都是你的仆意,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 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 我是属你的, 求你救我, 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 恶人等待我, 要灭绝我, 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我看一切尽都有限,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斌,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啊, 你的律法, 我终日不注地思想,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教师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得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搅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于我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哦,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你公义的点章, 我曾启示遵守, 我必按时而行, 我甚是受苦, 耶和华呀,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耶和华呀, 求你悦纳我口中的甘心记, 又将你的点章教训我,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恶人为我设下网罗,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 因它们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 时常遵行, 一直到底, 称, 虚妄的意念为我所恨, 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 你是我藏身之处, 又是我的盾牌, 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作恶的人啊, 你们离开我吧, 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 使我存活, 也不叫我因失望而惭愧, 求你扶持我, 我便得就时常看中你的律例, 凡偏离你律例的人, 你都践踏他们, 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 凡地上的恶人, 你除掉他, 好像除掉渣子, 因此我爱你的法度, 我因惧怕你, 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叛御, 四, 我行过公平和公义, 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 求你为你仆人做宝, 使我得好处, 不容骄傲人欺压我, 我因盼望你的救恩, 和你公义的话, 眼睛失眠, 求你照你的慈爱带你仆人, 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这是耶和华做公的时候, 因人废了你的律法, 所以, 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 更胜于金金, 你一切的训词, 在一切事上, 我都以为正确, 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不, 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一心谨守,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我张口而泣喘, 因我切勿你的命令, 求你看着我, 怜悯我, 好像你素长带那些爱你名的人, 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不稳当, 不许慎魔罪孽挟制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 我要遵守你的训词, 求你用脸光照你的仆人, 又将你的律力教训我,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喂, 耶和华啊, 你是公义的, 你的叛语也是正直的, 你所命定的法度, 是凭公义和制成, 我所发的热心把我捎尽, 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 你的话极其精炼, 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我微小, 被人藐视, 却不忘记你的训词, 你的公义永远长存, 你的律法尽都真实, 我遭遇患难愁苦, 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 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赐我悟性, 我就活了, 神, 耶和华啊, 我一心呼求你, 求你听云我, 我必经守你的律力, 我向你呼求, 求你救我, 我要遵守你的法度, 我趁天为亮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我趁夜更为幻将眼睁开, 为要思想你的话语, 求你照你的词爱听, 我的声音, 耶和华啊, 求你照你的典章, 将我救活, 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 他们远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啊, 你与我相见, 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 论到你的法度, 我就已知道, 你已永远立定他们, 哟, 求你看顾我的苦难, 搭救我, 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 求你为我变区, 救赎我, 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救恩远离恶人, 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力, 耶和华啊, 你的慈悲本位大, 求你照你的典章, 将我救活, 逼迫我的, 抵挡我的, 很多,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 我看见犯法的人就是很憎恶,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 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辞, 耶和华啊, 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 你话从起初就是真实的,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 是永远长存, 是, 首领无故地逼迫我, 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 我喜爱你的话, 好像人得了许多卤物, 谎话是我所恨恶所增贤的, 为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 一天七次赞美你,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甚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耶和华啊, 我仰望了你的救恩, 遵行了你的命令, 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 这法度我甚喜爱, 我遵守了你的训辞和法度, 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 你面前, 喊, 耶和华啊, 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自我悟醒, 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搭救我, 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 因为你将律力教训我, 愿我的舌头传扬你的话, 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愿你用手帮助我, 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辞, 耶和华啊, 我切勿你的救恩, 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 愿我的性命存活, 得以赞美你, 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我如失丧的羊走迷了路, 求你寻找你的仆人, 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诗篇第120章, 上行之事, 我在急难中呼求, 耶和华他就听云我, 耶和华啊, 求你救我性命脱离说谎的嘴唇, 和鬼诈的舌头, 鬼诈的舌头啊, 要给你肾魔呢, 要拿肾魔加给你呢,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积达帐篷之中, 有祸了, 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 许久同住, 我愿和睦, 但我发言, 他们就要征战, 诗篇第121章, 上行之事,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必不打短, 看啊,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短,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 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阴蔽你, 白日, 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 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迟到永远, 诗篇第12章, 大卫上行之事,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臂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众支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 坐以色列的证据, 称谢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宫内兴旺,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诗篇第123章, 上行之事, 住在诸天之主啊, 我向你举摸, 看啊, 仆人的眼睛, 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 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 耶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耶和华啊, 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 已到极处, 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机窍,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 诗篇第124章, 大卫上行之事, 以色列要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 那时, 波涛必慢过我们, 河水必淹没我们, 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猎物, 交给他们的牙齿, 我们好像雀鸟, 从不鸟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 我们逃脱了, 我们的帮助, 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 耶和华的名, 诗篇第125章, 上行之事, 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不置除去反的永存,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从今实质到永远, 恶人的账不长, 落在义人的份上, 免得义人伸手作恶, 耶和华啊, 求你善待那些, 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 一同出去受刑, 愿凭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第126章, 上行之事,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那时, 我们满口喜笑, 满舌欢唱, 一交民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附流, 流泪洒肿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宝贵的众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的带和捆回来, 诗篇第127章, 所罗门上行之事, 若不是, 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 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愁苦的饼, 本是枉然, 唯有, 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看啊, 儿女是, 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便未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诗篇第128章, 上行之事, 梵敬伟, 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便未有福, 你要吃你手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室的旁边,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啊, 敬畏, 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 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凭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第129章, 上行之事, 以色列当说,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屡次苦害我, 却没有胜了我, 如同浮离的在我背上浮离而耕, 耕得离沟甚长,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恨恶西安的都惭愧退后,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 收割的不够一把, 捆合的也不满怀, 过路的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 诗篇第一百三十章, 上行之事, 耶和华呀, 我从深处向你呼求,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呀,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饶恕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 主甚于首夜的, 等候天亮, 我说, 甚于首夜的, 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耶和华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就属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诗篇第一百三十一章, 大魏上行之事, 耶和华呀,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从今时辞到永远, 诗篇第一百三十二章, 上行之事, 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大魏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 神许愿, 说, 我避不尽我的丈母, 也不上我的床,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皮打盹,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 神寻的居所, 我们听说, 约柜在以法他, 我们在树林就寻见了, 我们要尽他的丈母, 在他脚凳前敬拜, 耶和华呀,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柜, 同入你的安息,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民欢呼, 求你, 因你仆人大魏的缘故, 不要转脸不顾你的受高者, 耶和华向大魏, 平成时起了事, 必不反复, 说,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 你的重子弱手, 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 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 因为耶和华捡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说,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 圣民大声欢呼, 我要叫大魏的脚在那里发芽, 我为我的受高者设下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 诗篇第133章, 大魏上行之事,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地善, 何等地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须, 又留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篇第134章, 上行之事,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看啊,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诗篇第135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他, 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位善, 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间悬崖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财宝, 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位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众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噪电随雨而闪, 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他将埃及投生的, 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 埃及啊, 他施行神迹歧视, 在你当中, 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 他击杀许多的民, 又杀戮大能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和巴山王厄, 并迦南一切的国, 又将他们的地赏赐, 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 耶和华呀, 你的名存到永远, 耶和华呀, 你可纪念的名, 存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要审判他的百姓, 为他的仆人后悔, 一交之民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家呀,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亚伦家呀,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利伟家呀, 你们要称颂, 耶和华, 你们敬畏, 耶和华的, 要称颂, 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 耶和华该从西安手称颂,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诗篇第136章, 你们要称谢, 耶和华呀,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众神之, 神啊,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众主之, 主啊,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创造诸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得在水椅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令以色列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令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魔力王西红,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 他的百姓畏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畏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啊,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第137章,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香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女子巴比伦啊, 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 那人便未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未有福, 诗篇第138章, 大魏的诗, 我要一心赞美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敬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以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超乎你一切的名声,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兼顾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呀,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赞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呀,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诗篇第139章, 大卫的诗, 交与灵长,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查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 我舌头没有言语, 看啊, 你却全知道了,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高深,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地狱下床, 也陷你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现, 黑夜却如白肘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赞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座位奇妙, 这是我心神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岩早已看见了, 我被造的肢体上未有其一,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奇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 你们好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 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 也忘称你的名, 耶和华呀,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甚魔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第140章, 大卫的诗, 教育明长,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我, 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奸恶, 常常聚集要征战, 他们使舌头, 尖利如蛇, 嘴唇下有魁蛇的毒液, 希腊,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我, 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扑下网, 为我设下圈套, 希腊,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呀,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就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达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自高, 希腊,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遮蔽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我知道, 耶和华必未困苦人深渊, 必未穷罚人便去, 一人必要称谢你的名, 正值人必住在你面前, 诗篇第141章, 大魏的诗, 耶和华呀, 我曾呼求你, 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 我呼求你的时候,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愿我的祷告如像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 如献晚祭, 耶和华呀, 求你监察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 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 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任凭一人击打我, 这算为仁慈, 任凭他责备我, 这算为己美的告犹, 必不破我的头, 正在他们遭灾的时候, 我仍要祈祷, 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眼下, 众人要听我的话, 因为这话甘甜, 我们的骨头散在木旁, 好像人在地上砍坯的木头, 主耶和华呀, 我的眼目仰望你, 我投靠你, 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 求你保护我, 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 和作孽之人的圈套, 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 我却得以逃脱, 诗篇第142章, 大魏在洞里做的训会师, 乃是祈祷, 我发声哀告, 耶和华发声恳求, 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沉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罗,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的性命, 耶和华呀, 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刺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碑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命, 依人闭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诗篇第143章, 大卫的诗, 耶和华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 求你不要审问你的仆人, 因为在你眼前, 凡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是一的, 原来仇敌逼迫我, 将我打倒在地, 使我住在幽暗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所以,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 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 我追想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手的工作, 我向你举手, 我的心可想你, 如干旱之地叛与一样, 希腊, 耶和华啊, 求你速速听云我, 我心灵耗尽, 不要向我掩面, 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 求你使我清晨地, 听你慈爱之言, 因我倚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耶和华啊,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我逃往你那里藏身,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你是我的神, 你的灵本为善, 求你引我到正直之地, 耶和华啊, 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 凭你的公义, 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 凭你的慈爱, 剪除我的仇敌, 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 因我是你的仆人, 诗篇第144章, 大魏的诗, 耶和华, 我的力量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他是我的恩惠, 我的山寨, 我的高台, 我的救主, 我的盾牌, 是我所投靠的, 他使我的百姓浮在我一下, 耶和华啊, 人算甚魔, 你竟认识他, 诗人算甚魔, 你竟顾念他, 人好像空气, 他的年日如同影儿, 快快过去, 耶和华啊, 求你使诸天下垂, 亲自降临, 摸山, 山九冒烟, 求你发出闪电, 使他们四散, 射出你的剑, 使他们灭绝, 求你从上伸手救把我, 救我出离大水,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空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释, 神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 用色病实弦的乐器, 向你歌颂, 你是那拯救君王的, 你是那就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 求你救把我,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空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释,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 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 我们的苍蝇满, 能出各样的粮食, 我们的羊在街道滋生千万, 我们的牛工作有力, 没有人闯进来抢夺, 也没有人出去征战, 我们的街道上, 也没有争闹的声音, 遇见这光景的百姓便为有福, 由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这百姓便为有福, 诗篇第145章, 大魏的赞美事, 我的, 神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位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能无法侧夺, 这代要对那代称赞你的座位,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传说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座位, 人要传说你可谓知识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典, 满怀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众民, 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啊, 你一切所造的都要赞美你, 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座位,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 世世代代代, 凡跌倒的, 耶和华将他们扶持,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众民都举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是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是圣的, 凡求告, 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 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 耶和华的话, 为怨凡有血气的, 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诗篇第146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 神,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不要倚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他的气一段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 神的这人便未有福, 耶和华造天, 地, 海和其中的一切, 他守诚实直到永远, 他未受欺压的深渊, 赐食物与饥饿的, 耶和华是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一人, 耶和华保护做客旅的, 扶持无负的和寡妇, 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 西安啊, 你的, 神要做王直到世世代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7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树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们的名, 我们的主位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侧躲,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余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藏在山上, 他刺事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写爱敬为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送赞, 耶和华, 西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他自服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如灰, 他治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就都融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8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竹天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天使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 你们都要赞美他, 诸天上的诸天, 并诸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命, 因他一吩咐便都创造而成, 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命, 不能废去, 龙与一切在深处的, 你们要从地上赞美耶和华, 活与冰雹, 血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的树木和一切相摆树, 野兽和一切牲畜, 爬雾和飞鸟, 世上的君王和众民, 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少年人和处女, 老年人和孩童, 都当赞美耶和华,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命, 因为独有他的名为美,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他又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他是一切圣民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49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几鼓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大声歌唱, 愿他们口中称赞, 审位高, 手里有两刃的刀, 为要报复一交的民, 刑罚人民,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料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一百五十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号声赞美他, 骨色弹琴赞美他, 鸡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和风琴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博赞美他, 用高声的博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